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23岁的时候偶然从一个素人进入了娱乐圈 担负的那个责任感是前所未有的对于我来说 前所未有的重大 这是身份的转变 对于我来说更重要的是心态上的转变吧 我一直以来对自己的要求都是想要不断的进步 不断的学习的一个状态 前段时间发生了一些跟我相关联的一些争议 而且这个争议发生在全民抗击疫情最关键的时刻 其实我当时自己在家里自我隔离的时候 我是很不安 然后也很歉意的 如果是因为这些争议 给网友们带来了一些影响跟困扰的话 我在这里很真诚的跟他们说一声对不起 你在微博中也提到感谢所有善意的批评与指证 那这些批评与指证具体指定是什么呢 从我出道到现在以来 善意的批评跟指证 其实从来都没有断过 一开始从一个素人登上舞台 又跳舞 要唱歌 那个时候舞蹈从来没有专业的训练过 然后唱歌也没有系统化的训练 那个时候有很多周围的朋友也好 前辈也好 还有一些网友也好 都对我指出了很多善意的一些批评和指证 我自己是非常接受的 因为我觉得这样的指证是会让我进步 当然有一些恶意的批评 一些造谣和诋毁 对 特别是一些造谣和诋毁 我觉得不仅仅是对我 他们更多的是打扰到我身边的朋友 甚至是我的家人 对我的家人做出一些伤害 那刚开始的时候 看到这些恶意的造谣和诋毁的时候 你的心情是怎么样的 会觉得很委屈吗 其实也不是委屈 我觉得更多的是想不通 那想不通的时候会怎么去排解这些情绪呢 像前段时间有一个朋友 他给我发信息开导我 他给我说的一句话我觉得特别好 我分享给你 他是说认真的时候工作 糊涂的时候读书 独处的时候思考 难过的时候睡觉 其实这一句话 我觉得可以很好地概括我这几个月的一个状态吧 就像我刚才也说了 更多的时间是让我自己可以去思考 去反省自己是不是在年轻不懂事的时候 做了一些 去发表了一些不好的言论 就像我现在可以记起来是 当时在19 20岁的时候 那个时候我记得刚开始用微博 完全没有意识到 在这样一个公共的平台上 然后曾经在别人的微博下面 去评论 发表了一些不恰当的言论 我想肯定也给一些人造成了伤害和影响 所以今天在这里我也想说 特别想说 为我曾经的不恰当的言论 造成了影响道歉 也对因为我的那些言论 所伤害到的人说一声对不起 成为一个艺人 成为一个公众人物 受到大家的关注之后 我切成实地的体会到的 更多的是 受的关注度越多 责任感越重大 这是真的 所以我也希望自己在以后的路上 可以 更多的去释放自己的能量跟善意吧 对得起这一份大家的关注跟喜欢 还有一点是 多美的一个想让孩子在一个很美好的世界里面 用妈妈自己的母爱去把这些不好的事情隔离在外 所以我是真的觉得说感恩每一个人奋战在自己的岗位上 认真负责任 再说到第二个方面 专专业上 但是这也是我想说的嘛 我会继续的成长 我想去挑战更多更好的角色 然后想去唱更好的歌曲给大家 对于我来说 这就是成长永远在路上 因为你之前是一个素人嘛 然后好像陈情令火了以后 好像就一夜之间突然有了特别特别多的粉丝 有这么多粉丝是怎么样一种体验呢 从我从一个素人到受人关注的一个公众人物之后 有这么多的 得到这么多的关注和这么多的喜爱 我真的觉得很幸运 是我作为演员也好 歌手也好是非常幸运的 而且我都不知道他们是谁 其实我也不知道他们具体是谁 他们在哪 他们长什么样子 但是当我知道很多人支持我 然后他们通过自己的力量 以我的名义去做一些公益 把自己的这份爱跟力量传递给更多人的时候 我是真的有接受到他们的这一股给我的力量 所以还是像我刚刚说的 我希望可以自己做得更好 然后对得起他们的这一份喜欢 我相信有这么多粉丝也会带来一些烦恼 就比方说现在网络上经常有一种声音说 偶像应该管理好自己的粉丝 对此你是怎么看的呢 对 这几个月 这个词也一直一直围绕我 我自己真的有很认真的去思考过 包括我也有跟我的工作人员 我们也有探讨过这个词 首先 其实我不认同这个词 我不认同管理这个词 我不认同 我不认同 仅代表我自己 我不认同 因为我认为 支持我跟喜欢我的人 跟我之间并不是一个上司跟下属的关系 管理 这个词 我觉得我们不是一个上司跟下属的关系 更多的我觉得我们是一种平等的关系 对于我来说 对于艺人 对于公众人物 对于我自己来说 我需要做的是做好 做好我自己的本质工作 演好我的戏 唱好我的歌 认真对待我的作品 用身体力行的去做一些正常量的事情 去引导喜爱我的人吧 我觉得这是我真的是要去做的事情 也是我一直想要做的 和正在做的事情 所以 对于喜欢我的人和支持我的人来说 我希望他们 不要去做出一些很极端的事情 去伤害到别人 甚至是伤害到自己 我希望他们可以保护好 爱惜好自己 过好自己的生活 过好自己的生活 这是基本的 对这是基本的 然后如果是有机会有可能的话 在工作跟学习之余 我们可以一起 身体力行的去做更多 可以帮助到他人 对这个社会更有意义的事情 你希望倡导你的粉丝 去做一些什么样的事情 来让这个世界更美好 其实我觉得做公益 其实是一个普通人 应该尽到的社会责任的体现 特别是像一个公众人物像我这样 受到大家关注的一个公众人物 应当承担更多这样的社会责任 其实在疫情期间隔离在家 我跟大家一样 就天天都很关注疫情的进展 在这期间 我自己其实也有做出自己的 尽自己的一点微博的力量 想帮助到大家 给大家加油打气 大家所看到的那一个粉丝公益项目组 其实是有粉丝发起 然后有我的团队助力 这样的一个宣传小战吧 想通过一个小小的平台 然后去传递 善发自己的一点心意 而且我觉得做公益 其实做公益 我一直都认为它是一个 很长久的 需要坚持下去的事情 在今后我自己 也一定会卸身实地的 参与到其中 当然如果可以影响到 更多的人参与进来的话 那大家就一起 带着一个品尝心 做品尝试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